字幕視頻 歡迎收看《自然簡單》 我是思考大師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上的是九年級國三的理畫 目前進度呢講的是第三張 工與人的簡單機械 這個單元其實蠻好學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學好了 因為這個單元其實算的題目不多 都是考概念 所以只要概念有了你聽懂的 基本上回答是很容易的 來我們看在講義的頁數是在第39頁 那個363738有印一些重點 請給各位同學做學習參考 筆記要自己做 所以你把講義放到39頁來 空白地方 你就把黑板所有畫的寫的全部都抄下來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單元 簡單機械 我現在教的是簡單機械 雖然是簡單機械 可是原理的話呢 卻都不簡單 簡單機械 好首先呢 這個簡單機械呢 它都是運用到我們所謂的槓桿原理 它是運用的所謂的槓桿原理 好然後去設計出來一種機械 主要都是使用到槓桿原理 槓還沒寫到 槓 槓桿原理 我們分為三大類 那第一類呢是屬於支點在中間 第一類 它是 在應用上的時候是屬於支點 支點在中間 那支點在中間的 它的設計的理念只有一種 就是為了操作方便 所謂的操作方便呢 就變成說它本身沒有什麼 省不省力的 也沒有什麼省力廢時 也沒有省時廢力的 它可以 就是這樣說 這個機械設計完之後呢 要嘛就是省時 要嘛就是廢時 要嘛就是省力 不然就廢力 那省時就廢力 那省力就廢時 這樣就懂意思 所以這個設計呢 支點在中間的 它是為了一個設計原理就是方便操作 它沒有省時 也沒有所謂的省力 譬如說像剪刀 我們的原理呢 那個設計的東西啊 像是剪刀 你說那剪刀是屬於哪一種呢 其實剪刀齁 光是講剪刀 它有分很多種 你知道嗎 一種是剪樹枝的 剪樹枝的剪刀長怎樣 畫給你看來 剪樹枝的剪刀它長這樣 剪刀齁 這個是把手 把手畫錯位置 重畫過 不好意思 這邊畫錯 改一下 把手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這位同學看這裡 這兩個呢 是我夾那個樹枝 濕力的位置 這兩個 稱之為我的濕力點 那這個地方呢 是剪刀的支點 那這邊呢 是抗力點 我去夾樹枝的時候 我這樣設計為什麼 是為了省力有沒有 但是省力就費時啦 所以你用夾樹枝的去夾樹枝的時候 你很省力啊 但是因為這邊的施力比比較長 抗力比比較短 這邊是支點 這變成是一種怎麼樣 一種是省力的操作 但省力就費時 所以這種叫做減樹枝的 就是一種省力的設計 再來看剪刀 剪刀長怎樣呢 我畫給你看來 你可以把它畫下來 因為這很重要 剪刀我們畫簡單的 這樣子 這樣子的 剪刀 你有沒有覺得兩個長很像 超級像對不對 差哪邊呢 差別在說 他們的施力幣的大小問題 像這個呢 我施力在這裡 我的施力幣很小 支點一樣在中間 支點在這邊 支點在這邊 抗力幣比較長 所以剪刀的設計 是為了省時 但是費力 我剪刀這樣剪的時候 是比較費力 你說老師很好剪 不是用你的判斷好不好剪 來去說明它是不是省時或省力 知道嗎 所以這樣設計的時候 我們是一種省時的操作 省時就費力 知道嗎 所以這剪刀是費力的 你說這個很費力 不是 這是省力的操作 所以記得 不是用你的觀點去判斷說 到底省不省力 就是說我們這設計 這是幹什麼用的 因為那樹枝很難剪嘛 那麼粗一條 你剪刀怎麼剪 不能剪 用這種專門剪樹枝的 它這樣設計之後 你可以很輕鬆的 施力之後 把樹枝給剪斷 所以這是一種省力的設計 所以你的施力幣越長就越省力 那施力幣越短就越費力 那費力但省時 所以用長剪刀剪止 很省時間 但是會費力 這樣清楚嗎 你不是說剪刀很輕鬆 它就省力 不是這個意思 是因為說 剪刀的設計原理 是因為我們的施力幣比較短 抗力幣比較長 所以它是一種 省時費力 的一種機械設計 所以你看 支點在中間 怎麼一下又省力 一下又是費力 這個省力就費時 費力的就省時 這兩個是這樣 在中間的時候 它怎麼一下子省力 一下費力 一下子是費時 一下要省時呢 因為它是為了操作方便而設計的 所以支點在中間 沒有說一定要省時或省力 要知道嗎 要看它怎麼設計的 這是這一種 好再來我們看那個下一個 下一個是第二個呢 我們講的是那個 抗力點在中間的 抗力點在中間 我們分為三個來解說 第二個是抗力點在中間 抗力點在中間的一種設計呢 它一定會省力 它是一種省力的設計 等一下 抗力點在中間的 是一種省力的設計 我先把它那個 省力的類型有哪些 把它先寫下 是屬於抗力點在中間 抗力點在中間的時候呢 它的設計原理 是為了省力而設計 比如說像定書機 像是獨輪車 獨壁車獨輪車工地用的 或柴子刀 都是為了省力而設計 怎麼說 我畫給同學看 定書機長這樣子 當然我是畫定書機 跟你想像的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我們畫的是一種示意圖 這是定書機對不對 你說怎麼設計那麼奇怪 就那麼奇怪 不管你 這定書機 它的針在哪邊呢 針在這邊 針在這邊 不是牙齒 針在這裡 你看 哪邊是支點 同學來看哪邊支點 這邊叫做支點 哪邊叫施力點 定書機壓的時候壓哪邊 壓那個頭 所以頭在這裡 這邊是我的施力點 所以這邊怎麼樣 叫做抗力點 所以定書機的設計 是屬於抗力點 在中間 抗力在這裡 這樣定 所以這樣設計 你會發現我的施力幣 比較長 抗力幣比較短 所以達到一種省力的效果 有時候你定書機的時候 你越不好針的時候 你的拇指叫越按前面才可以 你從這邊這樣壓你就費力 定書機的設計 我拿定書機給你看一下 有一支定書機對不對 好定書機喔 在使用的時候 你看喔 你在要省力 你的拇指叫方越前面 你這樣子壓 這樣壓 才會有一個省力的效果 這樣知道嗎 如果說你是壓這邊 這樣壓的話 你會發現 你的施力幣比較短 抗力幣比較長 你這樣反而是費力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使用定書機的時候 是拇指壓這裡 你的施力幣比較長 抗力比較短 這樣達到一種省力的效果 所以抗力點在中間的 他一定都省力 像定書機 好再來什麼叫獨輪車 來看這裡 畫給你們看 獨輪車長這樣 同學可能沒有看過 這工地才有的 工地有一種車子 一個輪子的有沒有 這是桿子 好你看喔 這個時候你從哪邊施力 你從這邊施力吧 所以這邊是我的施 施力點 好這個時候呢 這邊是我的支點 支點 那這邊呢 這邊是我的抗力點 所以當我在獨輪車 放東西的時候 我把它抬起來 會比較輕鬆 因為要屬於抗力點在中間 就會達到一種省力的效果 像是這種獨輪車 再來彩子刀什麼東西呢 我畫給你們看 彩子刀長這樣 這種大型的啊 那種機器有沒有 彩子刀 它這樣設計的 這個是它的側面這樣看 這是那個平台 它平台是很大的 好這簡單畫一下 我也不大畫 然後那個彩子刀呢 它放在這裡 這個是這個是彩子刀的設計 它這是刀面 刀面 這有個把手 好簡單畫一下 應該畫長一點 好這個時候呢 你看喔 這個是我的刀面 刀面在這邊 然後怎麼樣 我把紙放過來 我手這樣一壓下去 有沒有你看喔 哪邊叫支點 這邊叫做支點 這邊是我的施 施力點 哪邊是我抗力 這一排都是 有沒有 所以變成屬於 抗力點在中間的 一定會省力 你這樣壓下來 那支就很容易被切掉 有沒有 像我們以前看那個 那個電視影集 那包青天有沒有 那什麼狗頭砸 虎頭砸對不對 那砸人家人頭的時候 是把頭放進來 咔嚓下去有沒有 也是會用省力的效果 好跟那沒關係 好這是那個 抗力點在中間 一定會省力 好這樣好不好提 好再來看那個下一個 下一個是屬於 施力點在中間的 第三個 第三個槓桿原理 屬於施力點在中間的 第三個 然後把它寫一下 第三個 施力點 在中間 所以我們這邊寫的東西呢 都講的是說 看它到底是什麼情況 是支點在中間 那就是它是方便操作 靠力點在中間 它就是省力 支點在中間呢 它是一種省時的設計 那省時就費力 好吧 它是一種省時的設計 只要是省時就會費力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設計說 又省時又省力 或是又費時又費力 不會這樣子 它就是要嘛就是省時就會費力 省力就費時 這是相對的 好再來省時 那省時的設計呢 像哪些東西 像是那個掃把 掃把就掃走 我們打掃的工具 掃把 像是那個棒球 應該不能說只有棒球 就是任何一種球類用品的 棒球羽毛球網球拍 棒球 棒球不是要棒球拍 棒球 有羽毛球拍網球拍 這種屬於運動器材類的高爾夫球 它的球感有沒有 都是一種省時的設計 像球拍 我寫個球拍好了 各種球拍都是喔 網球拍雨球拍 還有高爾夫球感等等 都是為了一種省時的設計 為什麼 因為運動比賽 爭取時間 時效越快的效率就越好 對不對 你今天打羽毛球是比速度嘛 誰出的速度快啊 所以這個 濕點在中間的 它是會達到一種省時的效果 我舉例好了 像我們掃把 我形容一下 這是掃把 這是我們的掃把 掃把你掃怎麼掃呢 你是不是一手放這邊 這邊是支點 一手放這邊 這樣掃有沒有 所以你是施力在中間 這是支點 這是施力 底下是抗力 它在掃地板 是抗力 所以這樣怎麼樣 其實是不好掃 但是打給我省時的效果 省時就費力喔 這樣知道嗎 所以掃地很費力嘛 對不對 就是不掃地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這個掃把的設計原理 是為了省時的設計 但是省時 省時就有效率 有效率就會費力了 這種意思嗎 像那棒球呢 你看棒球喔 怎麼揮棒 這是棒球 它是掃把也是棒球 棒球我們在打擊的時候 你看喔 打棒球的時候 這是支點 握在這裡 這是我的施力 施力在中間 對不對 整條是我的抗力壁 那我是這樣握那個棒球把 對不對 我這樣子揮棒 有沒有 這是我的支點 這是我施力點 揮 揮有沒有 這邊是抗力壁 有沒有 球飛過來之後 這樣打 有沒有 這邊是我的施力點 施力在這裡 這邊是支點 所以施力點在中間的 它達到一種是省時的效果 就是效率比較高 出棒比較快 那種意思嗎 你不會這樣打吧 你不會說 我施力放這邊 支點在這裡 我這樣打棒球 有沒有 你不能這樣打嗎 為什麼 因為沒有效率 所以你會把手放在這邊是支點 這個是施力點 這樣揮棒有效率 這是省時的設計 這樣有概念嗎 好 像球拍 所有球拍都一樣 釣魚竿也是 釣魚竿 這釣魚竿 它在釣魚的時候 這是支點 施力在這裡 我這樣甩竿甩出去 有沒有 這樣甩的時候 施力點在中間 達到一種什麼 省時的效果 但是費力 像釣魚竿也是 所以那種 屬於那種球類運動 釣魚竿 掃地的用品 都是屬於省時的設計 這樣有概念了嗎 都比較參考的寫出來 那使用簡單機械呢 什麼都可以省 大家記得 不能省工 所以以上呢 什麼都可以省 都不能省工 所以工都會一樣 不管你是設計一個 省力費時 或省時費力的簡單機械 它到最後以上都不能省工 簡單機械都沒有可以省工的 工無法省下來 這很重要 都不能省工 都不能省工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滑輪的部分 這上面講的是那個 槓桿原理的應用 就是屬於 支點在中間的 再記一次喔 支點在中間的 它是為了設計操作方便 像剪刀 剪刀有兩種 一種是那種剪數枝的 它就很省力 費時 那種小剪刀剪紫的 它是省時但是費力 但是兩個都是為了設計操作方便的理念 所以像是這種類型的 屬於支點在中間 那抗力點在中間的 它是為了省力而設計 像定書機 像是獨臂輪 像是柴子刀 抗力在中間一定會省力 再來第三個 施力點在中間的 它會省時 像是掃掃把的時候 掃把 打掃工具 掃把 一些球類的東西 像棒球棒 棒球棒 棒球 棒球是球還是棒 那要寫球棒才對 不要寫棒球 球棒 棒球 棒球 棒球是一種運動 寫球棒比較好 改為球棒 我們講的是特別講那個棒子 寫球棒好了 然後球棒使用的時候 也是為了一種審時的設計 像是那種運動的器材 像是什麼羽毛球拍 網球拍 各種球拍 都是為了審時的設計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施力點 會在中間 這個有概念嗎 以上三個把它記一下 因為這蠻常考的 好再來我們講的是那個 滑輪 我把它擦掉了 好滑輪有兩種 一種是定滑輪 一種是動滑輪 我先把筆記抄下來 等一下做解釋 同學你有講義同學 還可以把這個筆記 直接就抄在 上來九月空白的地方 空白不是老師小氣不印給你 因為筆記這種東西 一定要自己抄過你 才有概念 你印象會更深刻 一定要自己抄 所以很多的東西我都不想印給你們 你要自己寫 像這邊的東西 有些筆記 當然那個重點的理由 可是我覺得你們自己寫過比較好 自己把它抄下來 這是定滑輪 然後呢 這是動滑輪 那定滑輪的話呢 它的設計原理呢 是為了改變施力方向 那動滑輪的話呢 是為了省力而設計 然後呢 省力之後呢 如果是 一個 一個動滑輪 一個動滑輪 可以省一半的力 寫太多字了 寫越少越好 我把它插掉寫過 那麼多字 一個 一個省 一半 的力 兩個 要寫國字 阿拉伯 兩個 可以省 四分之一 的力 好 我們看一下呢 這個是滑輪的部分 來 滑輪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分為定滑輪 跟動滑輪 定滑輪 什麼叫定滑輪 它是被固定 不會動的 譬如說 不會動 滑輪不會動 不是說這個滑輪的輪軸 不會動 它是滑輪本身不動 譬如說這一棵大樹 我們剛好說呢 定滑輪呢 是為了改變施力方向的設計 我們假想一個情況 比如這是一台車 它在陷到泥沼中 這是一個 水之後泥沼 我需要把它拉起來 但是呢 我們這邊這樣拉的時候 施力不好拉 我們可能需要這邊 站一排人去拉比較好拉 那怎麼做呢 我把定滑輪放這邊 這個時候一排在這邊 去拉這個方向 這車子呢 就會因為 定滑輪的關係 讓它的施力方向改變 所以我是這樣拉 但它變成是這樣子移動 有沒有 我往右邊拉 它往左邊動 所以定滑輪呢 它是一種改變施力方向的一種設計 就譬如說呢 我們這邊天花板在這裡 天花板 我這邊裝了一個定滑輪 定滑輪裝好之後呢 我這邊就給它掛上它的繩線 對不對 掛一條線 那我這個呢 有一個物體放在這裡 這是物體本身 好 如果我要讓這個物體呢 往上移動的時候 到天花板 我總不能人站天花板這樣拉吧 沒辦法這樣站天花板 又不是蜘蛛人 那怎麼辦呢 這邊裝個定滑輪 我就施力方向往下 施力往下 它就往上 所以 定滑輪呢 它是一種改變施力方向的一種設計 讓我們方便去操作它 所以定滑輪的用意 它只有一個改變施力方向 這樣知道嗎 跟你的施力方向會相反 這是所謂的那個定滑輪 那什麼叫動滑輪呢 來我畫一下 動滑輪 像這個呢 這是一個動滑輪 動滑輪呢它會省力 什麼意思呢 你看 當我這個滑輪 它掛住重物的時候 我往上拉 往上拉的時候呢 這個滑輪本身是 跟線 它沒有被線給綁死 所以 你往上拉的時候 它這滑輪就往上動 這個物體怎麼樣 掛底下就往上拉 所以這時候呢 動滑輪是說它是會移動的 是說它這滑輪本身會上下動 叫動滑輪 我們剛剛定滑輪是它定住不會動嘛 所以動滑輪它是可以上下動 這個時候呢 它可以達到一個省力的效果 如果這個物體呢 本身是100公斤重的話 假設齁 那我這樣一組一個動滑輪 可以省一半的力 所以我只要出力多少 出力50公斤重 它就會動 所以呢 一個動滑輪 它就可以省一半的力 那兩個動滑輪呢 可以省到四分之一的力 如果你今天設計兩個動滑輪的話 我就可以省到四分之一力 只要出25公斤重的力 就讓它可以動了 所以動滑輪是一個省力的設計 一個動滑輪可以省一半的力 兩個動滑輪可以省到四分之一的力 那其中呢 什麼叫滑輪組 滑輪組是說 一個定滑輪 加一個動滑輪 就是一個定一個洞 兩個合在一起 一個定滑輪再加上一個動滑輪 就稱之為是一個滑輪組 一樣可以省一半的力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這樣比較方便操作 我把它畫完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樣拉 這樣拉好不好 有省力啊 問題是不對啊 如果是天花板的話 你怎麼這樣拉 人又不能站天花板 所以我們這樣變成這樣操作 來 我再畫 我把這天花板再延長 天花板延長之後呢 我在這邊呢 給它裝一個定滑輪 這動滑輪 這邊裝個定滑輪 裝了定滑輪之後 你看到繩子 它從這邊 繞過動滑輪 又經過定滑輪之後 又往下這邊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如果要把這物體往上拉 它要往上 可是我不用真的往上拉 我是往下拉 我往下出力 就可以讓物體拉起來 多少 一樣出力出一半的力 50公斤重 所以這就稱之為一組的滑輪組 所以定滑輪加動滑輪 它是可以當作一個滑輪組 也是可以省一半的力 可是你要記得喔 定滑輪 只是為了方便 改變施力方向 我這樣往下拉 它就往上動 那動滑輪的話呢 它的設計 是可以省力的設計 所以一個動滑輪 可以省一半的力 這是那個滑輪的部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的話呢 還有東西要講 在下一個 我們今天筆記比較多 好我們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輪軸 好這輪軸的話呢 看好來 輪軸呢 它分為兩種 你施力在輪上的 像是螺絲起子 像方向盤 它是一種省力的設計 那省力就廢死 那施力在軸上的話呢 是一種 省時廢力的設計 像是棉花糖 或是擀面棍 那什麼叫輪軸呢 這叫輪軸 它的設計原理這樣子 這個是輪 這個是軸的位置 軸的位置 那輪轉一圈 軸就轉一圈 所以當我這輪呢 往下拉的時候 往下施力 這個軸的轉動方向 它這樣轉 它就往上 所以呢 達到一種怎麼樣 它又可以改變方向 又可以達到一種省力的效果 所以只要往下拉 東西就往上提對不對 然後它的省力呢 跟它的半徑有關係 它的省力大小 跟它的利弊長 會乘 會乘反比 以利弊 越長 就越省力 好 這是輪軸的部分 好再來 那施力在輪上的原理呢 工具 像是螺絲起直 像方向盤 螺絲起直看過 螺絲起直 來我們把它畫一隻 來 就所謂螺賴把 很大隻的 這是螺絲起直 故意畫很大的隻 它的這邊呢 是那個尖尖的對不對 螺絲起直 你在使用的時候 是不是轉這個頭 所以你發現 螺絲起直的頭越大的 你轉起來就越省力 為什麼 因為表示輪越大 輪的半徑越大 越省力 你是施力在輪上 所以施力在輪上的 會比較省力 像是螺絲起直 好再來方向盤也是 沒有寫到 給我寫一下 施力在輪上的 會比較省力 這個是省力的設計 在軸上是省時 那一樣的情況 省力就費時 省時就費力 好所以你看 像那個方向盤 有沒有 方向盤看過吧 畫給你們看好了 爸爸那個車子 或是看那個公車司機的車子 方向盤對不對 它是這一圈 這一圈當然它有去 這邊是喇叭 有沒有 拉過來對不對 它轉動的時候是轉那個大盤子 那盤子就所謂的輪 那盤子動的時候 這個軸心連到這邊去 有沒有 軸跟著一起動 如果說輪動走不動 那就車壞掉了 所以是輪動軸也會動 可以控制方向盤 控制那個方向 這是一種省力的設計 那施力在軸上的話 它是一種省時的設計 譬如像是棉花糖 這棉花糖不是那個你去買 那個一包裡面的一顆一顆 軟麵麵的棉花糖 有一種比較早期的那種棉花糖的 它是把那個糖漿給加熱 然後利用一個機器 離心力 讓那個糖漿可以直接就射出 很多一些細的糖絲 然後再用一根杆子有沒有 去繞繞繞繞繞繞 然後把它捲成一大球 有沒有那種棉花糖 看過嗎 有一些觀光景點 可能還有在賣一種東西 叫棉花糖 它是一個細細的木棍 一個桿子 應該是竹竿 很長 然後那個糖漿 射出那個比較細濕的棉絲 那是糖絲 然後再把那個桿子去繞它 一直在轉動的過程 它都施力在哪邊 在軸上 所以達到一種省時的效果 然後越捲越大坨 對不對 叫棉花糖 還有一個是這個 擀麵棍 擀麵棍我大概畫一下 就是那個做麵包師 不 麵包師傅 做那個什麼水餃的 它要裹那個角皮 它把那個麵 麵糰 變成薄薄的一片的 像是那個蛋餅的 它就透過這個擀麵棍 我們畫一下 我盡量畫了 這是擀麵棍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就施力在這兩個 叫軸上 在軸上 然後去推動 這個擀麵棍 它這個輪呢 去壓那個麵糰 把它壓扁扁的 可以做什麼水餃的腳皮 或者是 不是那個腳皮啊 水腳皮啊 或者是做那個 做那個蛋餅有沒有 蛋餅也是薄薄的一片啊 或是餡餅那個 那個皮有沒有 或是你去吃烤鴨那個皮啊 那個餡餅 那個包那個烤鴨那個片皮 那個皮 它都是用這種所謂的原理做出來 用這擀麵棍 它是施力在軸上 達到省時的效果 記得喔 省時就費力 這是輪軸的部分 那輪軸會考計算題 大家跟你講怎麼算啊 這不難喔 這是輪軸 好再來最後一個呢 我們要講的簡單機械喔 就是所謂的斜面 斜面的話呢 在使用上呢 斜面必省力 斜面一定會省力 叫斜面必省力 斜面的省力呢怎麼省的喔 舉例喔 比如說這個是30度 然後這直角 這60度 我們這數學有背過 它的三邊比例關係是 1比2比3 小小對過來這邊是1喔 30度對過來是1 那斜邊最長就是2 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呢 它的省力效果是 1 2分之1 L放在這邊 H放在這邊 它是斜面這個斜邊分之高 它可以省1 2分之1的力 這是物重 所以你物體有多重 再去乘上這個斜邊分之高 你的施力大小就會變輕了 所以斜面必省力 只要你有斜邊出來 一定比這H還要長 所以斜面必省力這樣子來的喔 那你斜邊越長 它就越省力喔 這類型呢 像樓梯 你看樓梯啊 怎麼樣怎麼設計的 樓梯的設計是不是這樣上去的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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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上去 有沒有 一種斜面的設計 如果你今天樓梯是垂直爬的 那就很費力嘛 對不對 你有爬過那種垂直樓梯嗎 一格一格往上爬是不是很累 所以你的樓梯設計得越斜 坡度越緩你就越省力 設計得越陡你就越費力 所以樓梯也是一種斜面的設計喔 再來是斧頭 斧頭那個斧頭那個刀鋒 有沒有也是斜的斜面的設計 所以你斧頭越立 表示那個呢 它的斜面就是越斜的意思 就越省力喔 盤旋的山路 像我們那個山路啊 有時候開一些山路喔 在走山路的時候 你不會一路攻頂吧 走直線直接衝上去喔 沒有這種山路吧 那車位上不去對不對 所以山路怎麼設計的 這山頭喔 來 山路會這樣繞啊有沒有 它會一直繞圈圈 繞後面繞過來 繞過來 繞過來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繞的過程就是一種斜面 為了一種省 省力的設計 或是繞圈圈這樣繞上去 所以你的山路不會這樣設計吧 一條直接衝上去喔 你這樣子車也跑不上去吧 所以斜面是省力的設計 包含像這螺絲的螺旋呢 它也是一種斜面的變形喔 怎麼會這樣子呢 來我們看一下 我畫給你看 來這邊 這邊好了我把它拆掉 像那個螺絲喔 為什麼是斜面的設計喔 我把斜面畫出來給你看 這個是斜面喔 斜面我這樣畫 這是斜面的一種薄鐵片 是很薄的鐵片喔 很薄鐵片呢 然後怎麼做呢 我把它捲起來 怎麼捲呢 這個是我的軸心喔 所以我在捲的過程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它最後變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是很多這樣子 被捲出來有沒有 也是越下面 它的那個鐵片越薄 越上面是不是越厚 捲成一圈是變這樣 所以它是怎麼樣 它是螺絲的設計嗎 螺絲不是有螺旋嗎 它是一種斜面的變形 是這樣變過來了 所以這個會變這一個喔 所以螺旋 它本身是一種斜面的變形 你把這邊捲起來 就變這一個了喔 這樣有概念嗎 這個是那個斜面的部分 好 那我把這邊重點都說完之後呢 再來就要做題目了喔 好 我們看一下題目它怎麼出的 有一些它不用計算的 我們就口述方式來做說明喔 好 像那個第一題啊 小花的媽媽使用銳利的剪刀 剪開布料 請問呢 使用的是一般剪刀 可以輕易剪開布料 雖然是輕易 剪開布料 但剪刀的設計 就是為了省時費力的設計喔 那他說主要呢 運用到哪些的簡單機械原理喔 有沒有槓桿 有有用到槓桿原理喔 有沒有輪軸 剪刀沒有輪軸 有沒有斜面 有 剪刀那個刀面喔 那是斜面的設計 有沒有滑輪 沒有滑輪喔 所以答案選擇是甲跟餅喔 所以第一題答案是B 好第二題他說 山間的公路呢 往往會繞著山坡盤山盤旋而上喔 那山路這樣的設計呢 主要是讓上山的汽車如何 比較容易上去嘛 因為比較省力啊 所以答案選擇是C喔 他還可以減少所需要的作用力喔 那記得喔 簡單機械不管怎麼設計 他都不能省工喔 好第三個 棒球比賽時呢 劍民打擊揮棒 是屬於哪一種的簡單機械 棒球比賽的運動工具啊 都是為了省時而設計的喔 好所以呢 答案就是選擇是B喔 為了省時而設計喔 省時的槓桿 好第四題喔 如果呢 將輪軸當作費力的機械 那你要施力加哪邊 什麼叫費力喔 等一下什麼叫輪軸 輪軸我剛好說過 大的是輪 小的是軸 對不對 那要說你要變成一種費力的機械設計 費力就省時啊 像是我們那個電風扇 施力在這邊啊 對不對 讓它轉動的葉片 所以要這樣比較費力 馬達那邊施力比較吃力啊 所以你要變成一個費力的機械 就是施力在軸上 這個是軸啊 施力在軸上 就會達到一種比較費力的設計 所以答案選擇是B 好再來看那個第五題喔 以下是他凱傑一天所做過的事喔 很多喔 他說哪些屬於施力點在中間的喔 我們要把它挑出來 要找施力點在中間的 第一個他說用麵包夾夾麵包 我問你喔 麵包夾夾麵包 你的施力在哪邊 麵包夾長怎樣 長這樣有沒有 麵包夾對不對 你施力怎麼樣 這是支點耶 你施力在這裡有沒有 施力在這裡啊 對這是抗力幣啊 去夾麵包不是嗎 麵包夾起來喔 所以呢 麵包夾 就是所謂的施力點在中間的 打勾和麵包夾可以喔 掃把掃地 掃肘掃地 掃肘的設計 跟那個棒球一樣 都是屬於施力在中間的喔 也可以打勾 材質到材質 那個是屬於抗力點在中間的 那不行喔 那筷子吃飯呢 筷子去吃飯夾東西的時候 也是屬於那種施力點在中間的 是一種為了審視而設計的喔 那鋼繭剪鐵片 這個是屬於支點在中間的 這不對 開瓶器打開瓶蓋 這個是抗力點在中間的 這也不是 羽毛球去打羽毛球 羽毛球被打羽毛球 這運動工具的喔 這是屬於施力點 施力點在中間的 這打勾 用筆寫自然筆記 我們筆書寫東西的時候 一樣屬於施力點在中間 也可以打勾 所以這邊有幾個勾 一個勾 一個是麵包夾 一個是掃帚 一個是筷子 一個是筷子 一個羽毛球拍 還有一個是寫筆記 用筆寫筆記 這五個都是 所以答案選擇是B 看那個第六題喔 螺絲起子跟螺絲呢 是何種簡單機械的應用 螺絲起子跟螺絲 它是一種輪軸的應用 螺絲那個是螺旋的設計 它是斜面的變形 所以呢 比較好的是哪一個 答案選B 就是螺絲起子為輪軸 螺絲是螺旋 螺旋本身就是斜面的變形 所以答案選B 第七 螺絲釘能夠省力的效果 是跟哪一種機械原理有關係 答案要選斜面 因為我們有說過螺絲的側面是螺旋 那螺旋就是斜面的變形 好看那個第八題 有關斜面的敘述呢 何者是錯誤的喔 它說斜面B為省力的機械 你說寫個B耶 當然B啊 斜面B省力 這個B是正確的喔 不要說B都錯了 好再來呢B它說 斜面跟水平面的夾角越小越省力 夾角越小表示坡度越緩 當然是越省力 這對了喔 其實它說斜面有時也可以縮短力的作用距離 不會 斜面都是斜面縮短力的作用距離 那跟它沒關係喔 所以答案選的是C錯 那祝它說螺旋是斜面的變形 這個正確喔 好看那個第九題 以下是可愛的許胖一天做過的事情 好它說哪些呢 屬於抗力點在中間的喔 所以第一個它說 用麵包夾夾麵包 這是屬於斜面在中間 掃肘掃地一樣 斜面在中間 用材質刀材質 這個是抗力點在中間的喔 用筷子吃飯 這是屬於斜面在中間的 用剪刀剪子這是支點在中間喔 開瓶器打開瓶蓋 這個是抗力點在中間喔 羽毛球拍打羽毛球 這個屬於斜面在中間的 用筆寫自然筆記 這是屬於斜面在中間 好所以它要挑那個 抗力點在中間的只有兩種 一種是材質刀 一種就是開瓶器的設計喔 這兩個都是 答案選的是A 好看那個第41頁的第四例喔 以下何者設計呢 應用到輪軸的原理 A說剪刀 剪刀不是啊 剪刀是槓桿原理啊 B說方向盤 可以喔 答案選B 吸收麵包夾 那個是屬於槓桿原理的一種 諸說定滑輪 那個跟這個是輪軸沒有關係喔 所以答案 不定滑輪動畫是那個滑輪軸 不是輪軸 所以答案選的是B 是方向盤 好11題 下列關於簡單機械的敘述 何者正確喔 A他說 槓桿上所受的力的總和等於0時 槓桿必維持平衡 當你的合力為0 如果力矩不為0的話 它是會轉動的喔 所以A不對喔 那B他說 假髮馬的鑷子 是屬於抗力點在中間的 不對 它跟麵包夾一樣 是屬於施力點在中間的 那C他說 一切切切的剪刀都是 沒有啊 剪刀它其實省時 一般我們那個剪子的剪刀 是為了省時而設計 那種剪樹葉那種剪刀呢 它是為了省力而設計喔 所以剪刀未必都是省時或都省力喔 看情況所以C不對 那答案就豬拉 他說我國發明的桿秤 它是屬於支點在中間的 一種槓桿 沒有錯 你看那個在市場裡面一些 比較老的長輩 他的桿秤呢 是手拉起來 一邊放重錘 一邊是放他要賣的東西 有沒有 他是支點在中間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喔 好看那個第12題 12題我把它圖畫一下 第12題喔 它題目是說呢 如富途的斜面裝置 它施力5公斤重 往下拉 那物體呢 可以在這個光滑的 光滑的喔 斜面上 頂端等數上升 5秒後到達了頂端 他說哪個正確 他說 他做工做的30交尾喔 施力做工 你看喔 他施力是5公斤重 那個做工的工要怎麼求 W等於FS 做工啊 W等於FS 什麼是F 單位是牛頓 這是牛頓嗎 不是啊 這公斤重啊 把它換怎麼換 1公斤重9.8牛頓 所以5公斤重要乘上9.8 再乘上移動的距離 6公尺長 乘以6 5 6 30 30乘9.8多少 欸 30乘9.8 38 294 294交尾是J 所以A的話呢 他的做工 W等於FS 這是F 這是S 乘起來是294交尾 那A6不對嘛 他要挑正確的 再按B 他說物體重量是5公斤重 不對啊 雖然這個是定滑輪 但是遇到斜面的知道嗎 雖然說定滑輪的設計是 改變施力方向 但是呢 這5公斤重 是受到斜面的關係 才變5公斤重 那斜面必省力 省多少力 斜邊分之高 斜邊是6 高是3 省了1 2的力 你省了1 2的力 變成5公斤 那本來幾公斤 本來就是10公斤 有沒有 10公斤重的物體啊 經過1 2省力變5公斤重嘛 這樣施力把它拉起來 所以B答案是 物體本身重量10公斤重 而不是5公斤重 其他說重力做工 做了300交尾對不對 來 重力做什麼工 我往上拉耶 重力會做負工 負什麼工 A的負工 所以答案是負的294交尾 因為重力做負工 所以這個C也不對 那聖珠拉 他說施力做工的功率是58.8瓦特 這個要算一下的 我們做工一共做的294交尔 功率怎麼求 用這個交尔 去處理時間的秒數 一共有幾秒 一共花了5秒 去處理5 然後怎麼做比較快 你剛剛你幾個 上下都乘2比較快 你乘2的時候分母是10 你上面乘2之後這邊是8 它是58298 588 588 注意詞 58.8 所以它的功率是58.8瓦 對不對 對沒有錯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這是第12題 好 再來看那個第13題 我們把正面說完 這個是F 好 題目他怎麼問的 他說第13題 魯附圖 這輪軸呢 它的輪跟軸的半徑比是5比1 你看 輪跟軸這是輪 半徑是5 軸半徑是1 叫5比1 這個是軸型的位置 軸裡面那一圈是軸1 大的是輪 半徑是5 他說5比1 而且呢 施力在輪 物掛在軸上 施力在F在輪上 將物體等數往上拉 下列何者錯誤 然後A他說 運用這裝置呢 可以省10 這裝置省什麼 是省力啊 怎麼省10 所以A都錯了 答案選A 那其他我們還是看一下 為什麼是 只有他錯 他瞧說對 現在要B好了 他這邊掛的重量呢 是20公斤重 所以他說B他說 那我F只要出4公斤重 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 20乘1等於F乘5 有沒有 輪軸也是槓桿的變形 所以20乘1等於5F F多少 5一過來除 答案是4 所以F是4公斤重對不對 當然對 所以B也對 其他說 你往下拉10公分 物體上升2公分 沒有 他是廢時沒錯 而且半徑比是5比1 所以你往這邊 往下拉10公分的話 他上升就直接變2公分 對不對 對 那諸拉說 你私立讓輪轉一圈 走也會轉一圈 對 他們是黏在一起的 他們那個是 說他兩個是 整個是一體的 所以轉一圈的時候 輪轉一圈走怎麼樣 一定轉一圈 所以只有H 其他都對 好看那個第14題 這我就不畫圖了 按照題目的意思 改去計算 來 好這裡 好說呢 這個是螺旋的千斤頂 它的起重感長是1公尺 螺旋的間距是0.4公分 要讓這個車抬高20公分 你要轉幾圈 轉一圈提高0.4公分 20公分轉幾圈 用20去除0.4 那怎麼除 你可以這樣做 上下乘以10 四分之200 200除以4 答案是50 所以轉了50圈 就可以讓它提高20公分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後面很多題目 都還是很棒的 但是我今天就差不多 先上到這邊好了 那下課程 我們就下次再來說 好今天講到這裡囉 拜拜